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 该老弟来关注来个赞爆全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当天晚上十点多钟 刘汉刘维唐宪宾六军邱德峰 还有北京的贾将军董大为 开着一辆奥迪车这个军威牌照 也就离开了唐山的华云集团 这边院当中只剩下杨树宽 和这个纪义镇的武装部部长 侯部长侯军 当时他俩是拭目以对呀 顿了半天 这个杨树宽 说侯部长 好像是哪里不对呀 侯部长说 我也感觉哪里不对 刚才他们的车挑头的时候 刘汉在车里笑了 笑的是如此的灿烂 再一个刚才我被所谓的这个董少将 给我转移话题 说这个装甲车的事 我刚才我就怀疑他 他应该是假的 杨树宽说对呀 这哪有大半夜身为少将的人 自己开的车 来救营 而且这辆车只能坐五个人 还很挤 那么坐六个人 开着也就走了 这边指定是假的 杨树宽 跟这个侯部长 这么一商量 拍板了 这个杨树宽当时把电话直接拿起来 打给了这个唐三行政大队的 这个大队长 戴云龙 十点多钟 这边戴云龙一接 哎三宝着 老戴呀 这样啊 赶紧戴你的员 给我到唐山的高速口 高速南高速北 给我 截一辆车 是军威牌照 什么什么什么 当时这 戴云龙这么一条 三宝着 我们的部门 可拦截不了 军威牌照的车呀 这边三宝着说 他是假的 你赶紧的 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而且是一个假少少将 当时你看 三宝着跟这个戴云龙的关系也宰着了 在这个三宝着一说是假的 这边说行 那我马上照办 啪啪一挂 你看 这边戴云龙 就派 两组小分队 去围堵这个军威牌照的一个车了 这个时候 咱们再把四角回到这个车上 这董大为开的车 刘汉搁旁边 算是庆幸了 董少将 你就是我的偶像 董少将讲话里 八楼刘汉还八楼等 你别那么说话了 你别那么说话了 今天晚上差一点就露馅了 董大为当时都没换了 裤衩都没换了 九年九年的 你等 你等出唐三的 咱们俩的事没完 这边你看 董大为就把车就往这个高速上开 刘汉这个时候说 回酒店呢 我们车还在酒店呢 董大为说 你要回你回吧 我得赶紧跑 别那么反过味了 再把我给抓了 我这个最大呀 刘汉他们当时也没有招 董大为说 要不你自己下车 这大晚上了 当时在偏僻地方 还没有地方打车呢 这刘汉他们合计 宝马车和酒店也不能丢 先跑出去 跑出唐山带桌吧 他们一行银呢 你看开着军威车 也就来到了高速口 你看这边与此同时呀 唐山行侦大队的大队党戴云龙啊 带着一组银马 也提前恰巧也来到了这个高速口 进行守住待兔 蹲底呢 就要抓你这个军威的车 这边 你看这个董大为开车 来到高速口 当时排着能有十多辆车 他也搁着排队呢 这边戴云龙说 等一下啊 别打吵惊蛇了 一会上来车 把他们车夹在当家的时候 咱们带去查 你看 不一会又上了三辆车 这个董大为的军威车呀 当时倒数是第四辆车 搁着排队呢 这个时候戴云龙 领着银马 也就出去啊 类型排查了 从这个后边 往前边查 哎 这边你看 董大为的车 也就是第四辆 开始排查了 董大为当时一瞅 后四镜 这后边怎么来排查车的 这来的时候 没排查 这回去的时候 这怎么排查了 当时有点毛了 刘汉比董大为还毛呢 董少将 不行跳头跑吧 这边董大为 当时犹豫了 一会儿 讲话呢 如果这真要是查军威车 跑指定是跑不了了 如果是要查别的车 查别个事 我军威车他也不敢查 没事 不用跑 当时你就没跑 这边 这个戴云龙 从后排啊 这个车辆 一辆一辆车 也是走形式 到一辆车 摇下窗户一摆手就上去了 摇下窗户一摆手就上去了 直接到这个董大为的车 这个跟前 哗嗒一下 十多个小二事 也就下车了 哗嗒就给围住了 当时这个时候 你想跑就跑不了了 这个时候 戴云龙 敲车窗了 类型检查 这边董大为哥 车上一愣 把窗户摇下来 一个这么大的方 你们知道 我是军威的车吗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打着关枪 这边戴云龙 心想 这杨树宽 告诉我是假的 他毕竟是假的 行 我先敬个礼 啪嗒 回首 戴云龙说道 我是唐三行政大队 大队长 我叫戴云龙 我们今天例行检查 这董大为说 你们检查什么呢 这边 董大为 当时把自己的 军 冠军 就掏出来了 我还有钥匙 别耽误我的事 这样吧 看一下我的证件 这边就是说 我得赶紧走 这戴云龙这么一看 这北京 哪哪哪去 这么 叫做董大为 少将级别的 看完事 他一路要蒙圈了 当时有那么一转念 又把他放了 但是这么一想 杨树宽都说是假的 一直想着杨树宽说是假的 这边怎么办呢 一语道破 我检查什么 你们从华银集团出来的 怎么回事 你们心知肚明吧 把车门打开 这边 董大为这么一看 给这个阿旧军 阿旧官 阿旧政也没好死 当时确实有点毛了 这边在华银集团 刚才 董大为 因为是露馅了 这边 检查的 也提到华银集团了 完了 完了 这个时候 董大为本身他都是假的 心里防线 可能就要崩塌一些了 这边 副驾驶的刘汉 比董大为 心里崩塌的还厉害 刘汉当时都冒患了 瞅着董大为怎么办 董大为讲话 网上哪知道去 这个时候 他俩拭目以对 这边 戴云龙在车外 又喊话了 马上把门打开 你们这边如果是真的 我印了 如果是假的 在三个数字内 你们不把门打开 我把你们车给砸了 三 二 这边喊话了 跑也跑不了 这董大为 他本身是假的 他也是常年干这个 他 也有挽救的 这个对策 你看 这边就把车门给打开了 打开以后 董大为下车 整理整理 这个招装 挥手 你看 把这个戴云龙啊 拉到旁边 我说这个兄弟 那个 放过一条生路吧 你看 这个 董大为啊 从兜里掏了一个银行卡 卡里有那么十万元 他不能说 干这事 叫您抓了 就叫您抓了 他有对策呀 就说 我给你上点炮 你今天把我放了吧 我那么也是头一次来唐山 以后这一辈子 我也不来了 行吧 兄弟 得要引出 且要引吧 你看 董大为当时 把电话也拿出来了 把这个银行卡 给查了一下 正好十万 密码都告诉 这个戴云龙了 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这边 戴云龙 当时这一条 你他妈的心想 你终于糟了 你要不招 我拿 你也没有办法 我也是激将法 我也是恨你的 你既然招了 你别说给十万了 你给二十万 也不能干了 今天我立功 再一个 杨树宽 你能给十万 杨树宽 能十倍的给我 戴云龙当时 听这个董 董大为 把话音纲落以后 戴云龙 啪擦一个 不论拐 啪擦一下 董大为一米八六的 个人 啪擦 戴云龙就给 就把董大为 干个跟踪 直接卡到 这个主驾驶上 当时这个帽子都掉了 回手 戴云龙说 都给我拿下 把把 全给拿下了 带走 这边 戴云龙直接把电话 就打给了杨树宽 说三宝着 抓到了 都是假的 怎么处理啊 这边杨树宽说 现在是已经晚上 马上十一点了 把他带到我们 华音集团 你也一起跟着来 咱们一起解决事情 你看 这边戴云龙 把他们也就押到了 华音集团 这边来到二楼的办公室呀 夸夸 当时这个手镯 都给戴上了 哗哗 全给摁倒了 搁着跪着 这边 你看啊 这个武装部部长 侯部长 当时走到这个 董大为跟前 今天晚上 我叫你压制他 我这里没少敬啊 我左敬里 右敬里 你给我打着关枪 今天晚上我冒着汗 我叫你给吓的 当时特别的气愤啊 我那么哭啥都交你 这边 侯部长 打着董大为 想打人是谁 叫你 你 还能不能跟我俩装 这给董大为打的 刘汉哥后面瞅的都害怕 董大为打的 只求谣啊 这边 杨素宽这一看 行了 侯部长啊 这样吧 你 也消消气 毕竟 这董少将 是 代老大 要带回去 立功的 你别给打坏了 这边 你看 侯部长 才挺下手 这边 杨素宽说 这样吧 代老大 你把他 带回去 我的事 跟他 没有关系 你把他 带回去 立功 然后 我来处理 他们 他们 你不许带走 代云龙说 行 那我把他 带走 明天 我跟北京 这边 哪个区 联系一下 看看这个 身为 董少将的 到底 骗了多少人 你看 戴云龙 把董少将 当时就 带走了 这董少将 也倒霉呀 这个时候 杨素宽 秉承着 钢柴 侯部长 打这个 董大为的 这个力道 开始打 刘汉了 巴巴 这给刘汉打的 刘汉当时就 求谣了 这边 杨素宽说了 两个亿 多两千万 我不要 我也不上 你这个套 咱们白纸黑字 也签的 如果明天 再拿不出来的话 你们 我该惩罚的惩罚 我该走法律程序 我要走法律程序 都给我带走 爸爸就这么解决的 也不跟你多废话 你看 刘汉跟董大为他们 就这样 一窝就给端了 这边 咱们再把四角 转回到 这个咱们主员工 他爸 周小斌 的爸爸 周大老板这里 这也就是来到第二天了 这个时候 早上的时候 秘书鱼刚 来到周大老板的办公室 周大老板说 鱼刚啊 文件都准备好了吧 明天就开一家议会了 我也是 头一次在这个位置上 开一家议会 你要好好准备 啊 啊 那个领导 已经准备好了 这边 秘书鱼刚 当时想着 这刘汉之前 给我打电话 问周小斌 哪去了 说被抓到北京了 秘刚 也是提了一嘴 说这个 领导 这边 小斌 是不是 给抓起来了 周大老板 当时 都把周小斌 这个事 也忘了啊 当时 也要开一家一会了 这边也忙 周小斌 革里面 关五天了 这当时 周大老板 这一听 想起来了 是啊 小斌 被我给 关起来了 这边 你要不提醒我 我还真给忘了 已经是五天了 这边 你看 鱼刚 他毕竟 得给周小斌 说好话呀 说这个 领导 你看小斌 虽然办事 比较急 但是他淫不坏 你看 关起来了 宅哪里关的呀 我宅朝阳了 说朝阳 那边朝阳区那边 那小斌 在里面 可不能少赐苦啊 五天也够用了 该样出来了 周大老板这一听 毕竟是自己亲人认真 秘书当时 也是给自己提醒 是呀 小斌 办事 行了 这边 你看 毕竟是为父的 拿起电话 就打给了 这个 阿师部这边的 王菊菊 王菊啊 这边小斌 在里面 待几天了 呀 领导 待五天了 这样 你问问小斌 你去问他 在里面反省的怎么样 如果的话 差不多 也就让他出来吧 你看着办吧 啪嗒 这王菊这一听 领导这个意思 就是要放了 当时就来到朝阳区 亲自接待 把周小斌 给叫出来了 说这个 你看 小斌 这边 要压你的 确实不是我 是周大老板 在这里面吃苦 跟那个正常饭饮一样 也是周大老板 要干的 我这边 只能保证 你在里面 不挨打 你可别怪罪我呀 再一个 今天我跟你见面 也是你爸爸 要见的 你在这里面 有什么感想啊 这边周小斌 一听 这是我爸爸 要来探底细了 周小斌当时说 在里面 这五天 让我在外面 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在里面 我都想明白了 我今年也三十四岁了 我给我爸 也了不少事 我也深刻 明白了这个道理 三十年前 看父 静子 三十年后 看子 静父 我以后 做事 一定会 谨慎的 这边 王菊 这一听 表态 挺好 你等一下 我出去 打个电话 给周大老板 打电话了 他说 这个周小斌 反省的非常好 周大老板 这个意思 就给放了 你看就把周小斌 给放了 这边 放了以后啊 周小斌 把这个 里边 统一招装 就给换了 这边 王菊 告诉把电话 也给这个周小斌 周小斌 其实出来的 一刹那 确实 要想 从归于好 但是 拿到手机的 一刹那 一开机 一看 刘汉 昨天晚上 发的短信 五百多字 触目惊心 周公子 当时 穿着这个 白衬衫啊 已经 是 整理的 非常工整了 我要 从归于好了 周公子 咔嚓 把这一领一扯 来个活 我要 从出江湖 接下来 周公子 要怎么救刘汉 咱们下集见 嘎嘎 精彩